台诗八点档大戏兄弟姐妹 昨天播出的第四十集 收视率三年久创下了新高 要庆功所有的演员 今天是即兴演出了《舞龙舞师》 而台诗总经理郑优更是发下了大红包 台诗八点档连续季兄弟姐妹 昨天刚好播满四十集 而晚上播出之后 尼尔森收视率三年久创下新高 台诗总经理郑优和剧组的工作人员一起庆功 当场颁发一个大红包 欺勉大家再接再厉 今天的这个剧情更精彩 所以刚刚大家讲说今天会破试 我相信会有这个成果 兄弟姐妹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就连演员彼此之间的默契和感情也越来越好 而大家的目标都一样 就是全国第一 还希望许宝涵简直方台诗报道